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咱上一期节目说了李克强决定大放水,来缓解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。 本以为这波水怎么也得矜持一下,等过一个礼拜再发出来。 但是没想到啊,现在中国的经济状态确实很糟糕, 所以一天之后,央行就快马加编的宣布,全面降准0.5个百分点,释放了长期资金1.2万亿。 这么干的理由也很明显,那必定是今年的增长小目标达不到,所以想在年底之前刺激一下数据。 说的挺好听啊,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,但是你放心,你常去的饭馆、入住的酒店、 潇洒的KTV都不在政府的帮扶行列,人家指的是那些有国家背景的房企、车企、金融机构 和能在股市里帮他们割韭菜的高薪科技。 毕竟在中国嘛,乘风破浪的永远不会是老百姓,你老老实实过日子,等到的是家门口淹水, 在这个地方,你要想挣钱,就得学会不要那个面皮。 一提上海滩,外地人只知道许文强强哥,但是本地人都会告诉你,还有一个神秘的好哥。 他身长无耻,面皮白净,头发梳的一丝不苟,脸上总带着蒙娜丽莎似的微笑。 就算你没见过他本人,也一定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上,看到过他的照片,旁边总是跟着六个烫金打字,文风美容美发。 哎哎,先别着急挑走,人家这美容美发可不一般,千家门店遍布上海,老板以一人之力带领着创业队伍干革命, 不仅净赚二十亿,还给自己写了书,立了转,并且推出了《浩哥语录,共员工败读》。 俗话说的好啊,一个英雄的人物,都得有一个困苦的出身,浩哥也是下过箱放过牛的人。 在文风国际的官网上,你点进去,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,不知道,但是讲述浩哥生平的文字,足足有九章。 把他如何出身贫寒,但是心系天下,一边放牛,一边思考,如何让中国人从头改变,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。 既然要成大业,必须要势必攻亲,人家经常去各地走访,了解老乡们理发的喜好。 为了团结队伍,浩哥还常常亲自当模特,让学生给他洗头,哪怕一天洗八百遍,也绝不喊泪喊苦。 可是啊,成功岂是那么简单的,光靠教学徒剪头发,能糊口却成不了霸业。 古有朱元璋农民起义,后有茅太祖打土豪分田地,别管人家最后到底是怎么发的家,抓住百姓的心里才是硬道理。 都说有困难要上,没有困难创造困难更要上,对于美容美发行业来说,最怕遇见没头发的, 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,于是价值八万块的养颜生发套装横空出世。 这招果然好用,为此掏干净钱包的人不在少数,再配合上养生、宝剑,得到成仙一门零的套路。 一位上海大爷愣是三年间支付了235万,就为了这个长生不老,绣发乌黑的梦。 当然啊,说到这儿,这个浩哥依旧是个不上台面的厨,这些什么股东人办卡啦, 投资扩门店争地盘啦,不过是一些常规的套路。 但是当这一张金边蓝底西装,还不忘加美颜的大照片挂在门峰集团总部的时候, 这事情就起了变化。当一个由缺心眼领导的队伍有了思想,他就再也不是只为钱去的了,开始要命了。 浩哥亲自作词,创造了《歌唱我的文风》和《美丽的文风》两首催人泪下的乐曲。 还在团队成员的盛情邀请下,写下石颂浩哥,来歌颂自己的伟大功询。 并且啊,浩哥思想、浩哥文化、浩哥兵法等等书籍也被批量印刷,供集团内部传阅拜读。 当然了,一个神一般的领袖,那底下没有一帮捧臭脚的那是绝不可能,浩哥有才华。 而底下的人那溜须拍马之功力,就更是炉火纯青。 秘书作为每天跟领导接触的人,似乎更有发言权,于是挥笔写下了我眼中的浩哥。 他是这么说的,他说,浩哥是他见过最纯粹的、最智慧的、最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。 虽然已经年过花甲,但是头发乌黑浓密,身体健壮强劲,不仅有贵族的风范,还有智慧的胸襟。 双眉之间有金光闪现是开了天眼,呼吸之间洞悉宇宙真相,掌握世间万物的规律。 浩哥是360行状元的大满贯,博股通筋,月书无数,堪比卧龙凤厨合体。 他的计划不是在现在,而是在百年,如果你看不懂,是你的格局太小,普通人,我不怪你。 不仅如此啊,秘书还说,浩哥平时虽然挣了很多钱,但是他十分节俭,一年做一回新衣服, 买的大别墅放在那儿不住,天天睡在公司里。 车子一开就是十年,除了工作,没有别的爱好。 所以你们看到他去海南疗养,收集名贵的翡翠字画,投资商铺炒股,都是假象,人家都是为了学习,增强品牌的影响力, 好打造百年企业,以供后世之用,哇,排山倒海的掌声。 当然啦,也不是所有人都疯,那总会有几个清醒的看着这帮神兽跳舞。 浩哥也很清楚,队伍大了,不好带,所以还有自己的监察部门,经常去各个地区捉鬼。 但凡是跟老板离心离德,鼓掌鼓的不起劲儿,通通开除。 面对外界的风言风语,浩哥也相当的有气量,从来不去外面跟人吵架, 只是在内部会议的时候说啊,我们要心态好,充满正能量,做有格局的人,不猜疑,不生气, 所以我们会做的更好,你看看人家这气度。 最关键的是啊,这些彩虹一般的夸奖,已经让广大百姓羞的眉眼看了, 人家文峰集团的发言人却表示,这些声音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公司的运转, 也不会动摇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性。 这大兄弟真是屈才了,明明有更光辉的部门等着你这铁口银牙,还能套个爱国的名号。 文峰这事儿,上热搜了,在网上迅速发酵,网友们都感叹, 在这样一个充满谎言和套路的企业氛围内,员工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。 把个人崇拜当企业文化,这是大搞等级意识和封建思想。 就更别提那些书籍,还诵读,连字都写不明白,还学人家玩习呢。 还有什么上行下校,中国有这个愚昧的土壤,哎呀,回头人家一敏感再敲门智你个寻衅姿势,你说咋办?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上海文峰浩格这一套个人崇拜至天下的做法怎么看呢? 你们觉得网友们的评论,是就是论事呢?还是借题发挥呢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